大家好 我是Simon 前几天视频下面有网友留言说 多伦多那么多种种类的政务到底哪种好 我只能简单的概括一下 这种没有管理费的比油管理费的好 双车库的肯定比单车库好 那么而且占地它是越宽越好 这种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那么今天Simon就带大家去看一个 多伦多地区政务的天花板 这个就是今天要给大家隆重介绍 我代理的全新上市Listing 62号 Jenny Thompson Core的当年 ACORN开发商在卖的时候 真的是和独立屋是一个价了 因为这种豪华Townhouse占地 确实十分不错 大家看到前脸是37尺的面宽 双车库 而且拽位特别长 没有人行到外面可以停三辆车 旁边的Landscaping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地上都是有自己的喷灵系统 房子的外观设计也是十分的现代 加上这种石头和砖头的贴面 然后加上这种深色窗户 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流行 就问你见过多少个Townhouse面积 是超过2000多尺 而且面宽是有那么宽的 那么今天我们在室内见到了这种非常罕见的一个设计 就是当年ACORN在WESTERBROOK建造的这一批Townhouse 真的它的这个数量极其有限 所以今天在市场上也就只仅此一家 那么进来以后一层的设计是非常的开阔 我们进来首先是它的一个客厅的区域 而且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对着是前院的 整个层高是九尺的ceiling 上面都是smooth ceiling了 而且这个空间确实你感觉到跟普通的 我们的这种20尺18尺的Townhouse 简直是没法比的 看看这个客厅有多宽 而且这种楼梯都是这种非常宽的石木楼梯 然后转弯两极平台上二楼 然后后面这个客厅的区域 其实你可以作为另外的一个工作的空间 或者是放钢琴 或者小朋友的看或者看电视娱乐的空间都是没问题 整个空间非常的实用 所以说在加拿大买房子越宽的房子是越贵的 所以今天这种30多尺的Townhouse 基本上你是很难见到了 穿过了这个门廊走到后面以后是它的厨房的区域 整个厨房它是当年A款给配置的这种非常高档的这种橱柜面板 而且这里面的这种这板材都是这种非常好的 然后包括它的配件都是这种Cameo的 人家都是配了这种不锈钢的电器 这个炉头 然后上面的抽烟机 然后整个操作空间非常大 大家看到没有整个转角的一个L型的 它的这个台面 然后这台面都是这种阔子的石英石 中间还有一个中岛能够有两个人可以在这里进行吃一个简单的早餐 那么转过来以后看到它这边的区域 其实它也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 厨房旁边自然就是餐厅了 在这边煮完菜 然后拿到这边给客人享用 或者自己 你看这个区域 虽然这边现在是客主人是放了一个跑步机在这 但是如果你这个跑步机放到这个basement或者其他的区域呢 那么你这里完全可以有一个八人的餐桌 那么我们再往里面走呢 这边其实是它的一个车库 一个正式的双车库的一个设计 而且ceiling是挺高的 非常多的收纳空间里面可以搭上架子啊 然后通常主人的回家以后呢都会从这个区域进入 所以这边呢是一个大衣柜 然后让你放一些鞋子和大衣的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好那么穿从这个厨房这边呢 其实它是有道门走到后院的 我们这个后院也是非常不错 已经完成了的 它是旁边做了一些interlog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deck 然后呢所有的fans都是已经做好了 所以整个后院呢实用的面积真的是非常大 整个请朋友过来在那边烧烤 因为它的煤气炉在户外已经是接好了 这边向你自己直接把这个煤气炉灶啊 直接接上这个煤气以后 直接可以烧烤了 而不需要自己在每天再去买这个煤气罐啊 这个townhouse呢真的在所有多伦多地区呢 真的算属于豪华townhouse 因为不仅它的面宽 而且它的这种二楼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新颖啊 上来以后 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family room 一个家庭厅 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啊 其乐融融和孩子一起看电视啊 一起这个烧点起这个壁炉 非常有这种节日的气氛啊 一到了圣诞节大家可以在这里enjoy 然后呢这个家庭厅呢 如果大家觉得空间不用 你可其实也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卧室的啊 这个两个前面有两个非常大的窗户是朝着前院 所以整个采光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它房子呢 它的二楼除了卧室其他的空间以外呢 都是这种啊 石墓的蜂墓地板 而且当年呢 就配置了这种啊 五寸宽的地板 而我们现在看看卧室吧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次卧 即使它的次卧呢 它的面积也是非常大 非常好用的 得益于它的九尺ceiling 所以它的窗户都是非常大的 而且房间里面都有自己的这个closet啊 然后这边过来 以后呢 是它的一个共用的啊 洗手间啊 双洗手盆 然后这后面是它的淋浴 然后这边呢 是一道门呢 从刚刚的卧室可以通到这个洗手间来 然后另外一个次卧呢 也是空间非常好用 因为他们的这个是户型设计呢 都是正正方方 没有其他一些多余的转角啊 斜角啊 所以整个户型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大窗户 最后我们看看主卧 主卧这个空间呢 绝对是不会是小于这种独立屋的主卧的 而且这种九尺的ceiling啊 非常的开阔 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 整个洗手间也非常大 在门口这边呢 是一个淋浴 进来以后双洗手盆 和它的这个浴缸 不像其他有的三层设计的townhouse呢 甚至四层 他们是没有basement的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房是有basement 虽然没有座 但是我要展现大家看一看 这空间到底有多大啊 在一期下楼梯以后 这个区域呢 首先是它的设备间啊 有它的furnace啊 然后它有一套软水系统的电箱在这儿 而且这边它是有一个冷房啊 这刚好是在前面的下面 整个basement的空间呢 非常大 因为得益于还是它的土地的面积嘛 30多尺的面积 然后这边过来以后 也同样也是一个L型的 跟着楼上的它的餐厅的位置下面呢 整个一个区域都是非常开阔的 如果大家家里面孩子多啊 小朋友想要一个玩耍的空间呢 直接把basement finish了 或者这边你做一个卧室也是可以的 然后它的这个howard tank 热水炉呢 是这种tankless的 是不像大家平时看到那种圆柱形的 不占地方 而且是比较节省这个能源的 是一个抢购架 如果大家想要来看open house 那么周末 我们周六日的两天呢 2点到4点呢 是在这里等候大家的 好的那么三位今天视频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